相亲失败 形象欠佳 你离成功就差一个发际线 夸张的广告语吸引了不少 为容貌焦虑试图拯救发际线的年轻人 研究机构的资料显示 从2016年到2020年 我国直发行业的市场规模 从57亿元月升至192.2亿元 所谓直发手术 就是将毛发较多部位的毛囊 移植到突发或毛发稀疏的部位 移植后成活的毛囊可以继续生长 有医师表示 做毛发移植的人中 多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据新华试点记者发现 广州的直发价格高低不一 一个毛囊单位价格多在10元到20元 如果一次直发数量达到3000个毛囊单位 则意味着花费在3万元到6万元 有不少直发失败的网友吐槽 90后美妆博主一亿手术后 移植了2500个毛囊单位 结果存活不到一半 直发的部位头发稀疏 反而大不如从前 在庞大需求的四季之下 不少机构纷纷涌入直发市场绝金 网上大量的直发培训 广告宣称只需三天即可学会 从业者可自己开店 月入百万元 学费分为5800元和9800元 但规定开展直发的医疗机构 应登记美容外科或美容皮肤科 职员称若出了问题 大不了把钱退孩就可以了 这是最坏的打算 其实不少宣传照片 都是手术结束后不久照的 难以说明真正的效果 术后6至9个月 才能看到最终的直发效果 许多因直发 失败产生的纠纷案件 都是因消费者鉴定难 或举证难 被判败诉 殿免 因此 感谢观看